本期话题 子宫内膜增后的原因何危害 以及怎么治疗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子宫内膜后呢 它本身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青少年的女性 她的子宫内膜后呢 是因为她的下胸脑垂体卵巢轴 没有成熟 她不能够建立正常的周期 孕激素相对的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她可能会产生 这个子宫内膜过度增后 频繁的不规律出血 甚至达到贫血的状态 如果在育龄期复局 子宫内膜过度增后 往往是有病的表现 比如子宫内膜膝细肉 它会表现内膜增后 甚至不均匀 还有呢 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 所以说对于一龄期妇女 和这个接近绝经的妇女 这个内膜增后呢 是一定要刮工的 然后根据刮工 取出来的东西呢 做进一步的诊断 来决定下一步的治疗 ken... 他还不lair 叫做user